想知道当红的话题用英文怎么说吗? 跟着News ABC听时事学英文 Come on, everyone! 蛤?为什么啊? 因为前阵子布鲁斯威利的女儿露玛 在社群媒体上宣布布鲁斯威利持续面临一些健康问题 她被诊断出罹患失语症正在影响她的认知功能 因此经过深思熟虑 布鲁斯威利将离开对她意义重大的职业 我的天啊!太可惜了吧! 那失语症会有什么症状呢? 专业医师表示失语症患者经常看着物品却叫不出名字 可能讲话到一半卡卡的或是发不出声音 或语句颠三倒四 除了中风,失智症也是造成失语症的一大元凶 多数患者在发展到中后期才会开始出现失语 原来如此啊! 最后布鲁斯威利总说要活得精彩 希望世界粉丝们也一起做到这一点 就让我们透过今天这则新闻来学习一些英文单字吧 第一个单字 失语症 aphasia 失语症 aphasia aphasia usually occurs steadily, often following a stroke 失语症通常在中风后突然发生 aphasia usually occurs steadily, often following a stroke 失语症通常在中风后突然发生 第二个单字 功能 function 功能 function now cars has more and more function 现在的汽车功能越来越多 now cars has more and more function 现在的汽车功能越来越多 第三个单字 中风 stroke 中风 stroke despite her recent stroke, she is quite rational 尽管她最近中风,但头脑仍然很清醒 despite her recent stroke, she is quite rational 尽管她最近中风,但头脑仍然很清醒 就让我们复习一下今天的英文单字吧 失语症 aphasia 功能 function 中风 stroke 这样大家都学会今天的英文单字了吗 那我们下次再一起听新闻,学英文,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 本单元由高雄广播电台与文枣万语大学传播艺术系 文枣网路电台合作直播 谢谢收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